花莲人文蕙翠孕育出许多文学作家还有优秀作品 而其中海洋文学作家廖宏基 他用笔带台湾人看见开阔的海洋 而他的作品也激发了花莲学子陈欣 他的绘画创作之路 陈欣把廖宏基的著作《漂流监狱》的文字 转译成图像呈现给大家 而他的绘本书名一样叫做《漂流监狱》 花莲在地的学生陈欣 他从小就喜欢阅读更喜欢绘画 他拜读了海洋文学作家廖宏基的著作 对于海洋宝玉有深刻的体悟 因此在家人鼓励之下 陈欣尝试着把廖宏基的《漂流监狱》 用图像阐述故事内容 发表了这本《漂流监狱》绘本 因为在国中的时候 就是有看到了廖老师的这本 就是《漂流监狱》的原著 然后看到了这个故事 就特别的印象深刻 然后其实一开始也是 藉由爸爸引荐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有听廖老师说 很乐意就是有人能 把他海洋文学的作品 再转译成更多种形式的 其他形式的作品 然后所以就当初就选定了 这个绘本 就这个故事为主軸 然后展开我绘本的创作 因为我觉得现在现代社会很像 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 然后我觉得很像我们青年 越来越对大自然的接触 其实也因为这些进步 反而减少了很多 然后尤其是 我是花莲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然后旁边就是太平洋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像也比较少 或是甚至会对海洋 有畏惧的感觉 然后希望藉由这一本绘本 能让他们就是 去认识自己的土地 更知道自己土地上面 所连接的一切是有哪一些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花莲县文化局看到 在地年轻学子的优异表现 也特别为陈欣举办了 新书发表会 文化局这一次帮花莲的 一个年轻的小女孩 出了一本漂流监狱 这样子的一个绘本 那作者是陈欣 那他因为被廖宏基老师的一篇 这个漂流监狱的故事所吸引 那他就自学自己在家里 然后把这个故事画出来 那他在去年跟着陈欣 跟着爸爸一起来文化局 那希望文化局这边能不能 协助帮他做出版 那我们看了这个他的画作以后 也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觉得花莲的孩子 非常非常优秀 那他用他自己的观点 为这一幅 这一个故事呢 下了非常多的 很好的一个画面的注解 那我们也在今年呢 我终于拿到经费 然后帮他出这一本 花莲在地原汁原味的一个 属于0到99岁可以阅读的成人绘本 绘本故事是讲序着 阿提、阿破、阿晃三条鱼 遇到了生命的困境要做出抉择 而不同的抉择也成就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从于本身独特的视角 看到生态链循环的规则 也隐喻了对人生不同层面的思考和选择 充满了人生哲学智慧 花莲县文化局希望透过绘本出版 让大家更容易接触关于海洋 及花莲文学的作品 也鼓励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加入文学创作之路 介络会欢迎视报道 谢谢三条鱼